實際上就是台海一直是一個高度敏感的問題 大家都很關注 所以任何的動向大家都會引發很多聯想 對吧 那麼最近印尼準備撤35萬僑民 最近咱們大陸和印尼關係很好 所以大家就聯想了 是不是意味著某種暴風雨要來了 有這種聯想 另外我看還有一個聯想的 就是最近俄羅斯不是太平洋艦隊 搞大規模的演習嗎 他們說是警告日本 你不要在北方四島鬧事 不要以為我在烏克蘭深陷戰場 你就在北方四島鬧事吧 這是俄羅斯最近的姿態 太平洋艦隊演習 而且有明確的警告針對日本 不要在北方四島鬧事 那麼 當然附帶講 俄羅斯不叫北方四島 俄羅斯叫南千島青島 他這麼一個叫法 然後那個 所以有些人就把他聯繫起來了 俄羅斯的軍事動作 印尼的撤僑 這個訊號 是不是台海要緊張了 但是我 我個人覺得 我也是跟大家一樣很關心台海局勢 我個人覺得目前 前來好像還沒有到地洞三搖的時候 這個還看兩岸關係的發展 如果兩岸關係有點進展 那個 都不會走到那一步 當然如果 民進黨再做一些事很過分 那地洞三搖是不可避免的 是吧 但眼前 請就這兩個事 印尼撤僑 俄羅斯太平洋艦隊演習 這個我覺得做判斷 說要出事 這個分量不夠 這個分量不夠